我们在早一个小时里头谈到欧债启示录 在欧债启示录底下 几乎我们看到所有当时大量投资的公共建设 现在都成了废楼 而且有很多房子维持费太高 宁可把它拆掉了 可是最近呢 法国他觉得有一个例子 他们可以学的 从西班牙学的就是比尔包 法国为了要重振法国的经济 那么在好几年前呢 就希望能够让罗夫公设分馆 我们的制作人曲杰特别采访了 罗夫公的新分馆在朗斯 而整个朗斯他所有的范本 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比尔包 西班牙的比尔包呢 在这次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化里头 这个地方巴斯克自治区 是唯一经济表现良好 没有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地区 韩斯任意伸展的造型 是写一字河水的流淌 轻巧了钛金属呼应城市的背景 天光与影 变换出科技的色泽与光芒 比尔包古根汉美术馆 是写入博物馆学的必修传奇 更已成为城市翻转 浴火新生的典范 巴斯克自治区前副省长 回首当年舆论 一面倒的反对古根汉 记忆犹新 反对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这是一座原本与艺术 丝毫搭连不上边的城市 曾经全球两城铁矿 由此出口 凭借丰富的铁矿沙 和造船工业 走过好几世代的富足骄傲 沿着出海口的河流 重机械的身影 可以依稀拼凑当年的荣景 巴黎年代繁华落尽 93年失业率暴增到25% 要求独立的激进分子不断姿势动乱 政治领导人彻务 城市必须转型 我们在搜索的城市和国家的经济 我们在全国的策略 我们所谓的 是维持续 和国家的经济 和国家的经济 所以我们在搜索的 政治货币 古根汉当时正在欧洲 招来设立分馆 巴斯克政府认同他的潜力 以及承诺的工作机会 几乎双手奉上大笔土地 金钱用最大诚意 和萨尔斯堡 威伊斯等地 争取这名姻缘 但在郭根汉 有个公司的公司 政府是自己的 政府是自己的 而今天我们 公司的公司 就是因为我们 那些公司的公司 普利兹克奖建筑大师 法兰克盖瑞 对实地勘景坚持要了 零和的限制 美术馆占地 三万两千七百平方公尺 多张扬的艺术品 都可以充分的伸展 中庭大厅挑高五十米 让艺术家展现实力和创意 正门前的Papi 一年四季花色招摇 忠心的守望着美术馆 紧临河岸边 路易斯布尔乔雅的 巨大母蜘蛛和建筑物比起来 尺度不再那样害得 九七年美术馆开幕 第一年就吸引 一百四十万人朝圣 是预期的三倍 一点四亿美元建管费用 四年回收 每年平均吸引一百万人参观 带动可观的经济效益 贡献周边超过四千个工作机会 城市转型不能只靠一座美术馆 早在1989年 自治政府为了因应经济社会的衰退动荡 公司部门着手筹谋 尝试长期发展方针 全面抽败萎靡的工业性格 打造基础建设 力图都市更新 90年代邀请建筑大师 诺曼·福斯特 全面展开地价化捷运系统 库根汉落成三年后 启用的国际机场 由西班牙天才建筑工程师 卡拉特拉瓦 用他最爱的白色 设计出当地人昵称的白鸽 筋骨分明 已对称了几何彰显力量的美感 一年旅客吞吐400万人次 内尔维庸和沿岸 饱受金属污染的工厂 全部迁走 重新整治 放眼望去的清雪绿带 办公大楼 饭店等 广达20万平方公尺的新都心计划 知名建筑师西萨佩里规划设计 这全都是比尔包 都是重申大战略的内涵 古根汉不过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喜欢说 古根汉在比尔包 我经常说 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是说这是一种海岸 在那里 你能看到古根汉 但你能看到 所有的基础 究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还是可以复制的范例 比尔包不跟汉留下太多 令人流连回味的线索 也从此成为其他没落城市 企图在起的模型蓝图